三立财经台 晚安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仙云 我是居宁奈 邱老师 节目一开始 赶快帮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盘式吧 因为说在OTC的一个部分 间跌得非常的沉重 而在跌幅的一个部分 也是逼近了两个百分点 OTC一走跌 散户的心情真的是大受影响 因为很多的散户投资朋友 都把资金放在OTC 这些中小型的个股上面 那OTC为什么间跌这么重呢 就是两大族群生计 以及太阳能的走弱 那邱老师后续的行情 怎么来看待呢 好 事实上我们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指数 一个叫个股 那投资人你很担心 可是你细细来推论一下 我们先来从国际股市 来做一个推论 然后推论一下你就清楚了 我们先看S&P500 麻烦导播 S&P500 来看一下S&P500 这个股票 S&P500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1991那一个 那是上个礼拜四 同学没有 上个礼拜四的S&P500 还在写历史高点 可是呢 费城半导体拉回了 费半 如果接着给我们看一下 哦 它拉回了 但它刚好打到支撑 所以没有意外 因为它现在正在公布财报 费半之前涨最多 所以拉回幅度也比较大 所以美国股市是有个在涨 你看刚刚那个S&P500是这样 费半是这样子 所以刚好是这样 有点分开 那你不用急 这个地方如果垮了呢 然后 欧股也不怎么样 欧股也垮 全世界就垮了 我们就要告诉你卖股票来放空 可是我跟大家讲说 时间还不到啊 时间不是要到十月份左右啊 九月底十月才有这个机会吗 老师你这样讲会不会太开了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S&P500 再看一下S&P500 像这种大市场 它要下来啊 要做一个头部 所以你把它算 要做个头部总要花一两个月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可是这样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很麻烦啊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我就跟大家讲 有一个地方的股票市场上会很强 在七月中旬过后 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大陆股市 来看一下 看一下大陆股市 来我们看上证好了 上证 今天已经创五个月以来新高了 对你看那个图景缩小一点 你会很感动喔 图景缩小 那整个人家 218 这几个月来的新高了 你看看 底部啊 打了这个接近一年的底部上来了 上证 这个中国大陆很用心 那个两桶油啊 他们也叫做两桶油 中石油跟中石化 拼命点火 银行股也来了 但是有这个地方大涨 拉动的港股 大中华区的港股 来我们看一下港股 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 你看港股 你看是不是 也在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不用 不用担心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论的 美国股市 欧股休息了 陆股上来了 大陆股市现在很热闹 他们的股民 最近这几天 每天都很兴奋 因为不断的围刺激 一直看 像以前这个管车 是IPO 不让他们上来 然后又开 一个月前又开放 然后现在呢 开始审查了 又有IPO 又不断有这个围刺激 所以你要注意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好戏在后头 台北股市今天 就这个样子 明天开始止跌 盘中一度还翻红 那么来看看上跪的 上跪麻烦 上跪三大 三大 三大指标 对就是生计 生计 你看生计 鸡亚 这样大的利空 我今天早上不是在八点 向前跟那个苏玄在聊天 我是说 这个老板说 他们那个星药 那个星药 他说他有五成的把握 会过关 五成跟半倍是同样的 大家没有说啊 你布局那么久 你跟大家讲说 你有五成把握 怪不得他自己都会心虚 果然没过关 你看今天的这个 这个鸡亚的量才多大 他锁了两三万张的这个 至少我个人认为还有两只 大概还有两只 大家心里要有数一下 那生计就不妙了嘛 你看三大指 所以今天跪嘛 也可以生计拉下来 钥匙不止 太阳能又利空 虽然我认为那个利空 股价早就拉回了 那个太阳能 那个报价 早就在两三年来 金融风暴的低点 你还希望他们能够跌到 不过没关系啦 这个利空 就让他利空一下吧 这两个部分利空啊 没有股价 善规重挫啊 善规只剩下一个叫什么 你们看到 善规有没有 生计太阳能一拉回之下 只有胜IC设计 有没有看到 领养创围 来看一下创围 有没有 6104的创围 盘中差一点涨停 又要创新嘎了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 那个莲勇 好多好久没动了 莲勇 三零三次的莲勇 你看 今天盘中涨停板 有没有 一根过高点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 我们跟大家讲的 3227的原项 有没有 有没有 还不错哦 跟他们震荡一下 来5272的升科 那个原项也是创新高 你看 都是 都是你想象不到了 好股票 这时候才要动而已 所以你应该很高兴啊 选择基本面非常好的啊 有没有 这个像轴承这个部分 因为NV上来了嘛 NV上来轴承去 一定动啊 新日新 来看一下 新日新 有没有 不跌哦 注意啊 贪5块 股票拉回了 还有一支 4999 今天早上跟大家提到 那一档股票 有没有 新额 有没有跌 跌 六七十块跌三毛 留个下影线 你好 这个营收啊 写下历史高点的 季报公布 6230操纵 再给他瞄一下 有没有看到 6230操纵 今天还在涨 你看日K线 连拉几根了 有没有跌 有没有跌 没有 季报赞 所以统合一下 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好的股票 跟大家讲 但是你要观念要很清楚 把你的架构拿出来 不用担心 把架构拿出来 在某个时间点 我经常跟大厂 只有利用利空来买股票 才是你真的大赚的开始 麻烦幸运 好 我们来看到指数 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了 再加成指数的部分 最后下跌了19点 收价了9420点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1071亿元 这台北股市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 提供给您一起来做个参考 那今天指数依旧在整理 各别股各自的表现 后续哪些标顶能够逆势走强 广州继续带一看 我们马上回来 专注 让华信投股投资观点 加倍清晰 我们拥有掌握 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 包括股票 期货 选择权 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 建立投资优势 圆梦转线 02-2392-3988 2392-3988 我曾经羡慕 那些站在舞台上的勇气 在21世纪 我也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 在国际场合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我们更彼此合作 把市场国际化 让客户也能全球布局 这个标志 让人视野开阔 更具胆势 选择国际化的团队 勇敢走上世界舞台 Century 21 中文用好美 感谢天 感谢地 不必我们大家 愿天地人三者都好 三好美 征服时间 让我热血沸腾 在21世纪 我用跑白米的速度 为客户服务 我很仔细 也很勤快 把房屋资料数位化 送上云端 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 线上就能看屋 这个标志 让人充满动力 更有效率 选择科技化的团队 让你更快成交 Century 21 你知道3C产品 会加速眼周肌肤老化吗 全新DNA特论 再生眼部修复系列 让年轻从眼开始 解决所有眼周老化问题 DNA特论眼部修复系列 雅诗兰黛 中文用好美 感谢天 感谢地 不必我们大家 愿天地人三者都好 三好美 五十年の拘束 与众兰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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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Inada 稻田按摩椅 Inada 总代理 嘉宜企业 好欢迎回来 这个节目一开始 还是要请邱老师 帮我们来讲解一下 国际股市的一个卖动了 因为美股依旧在整理嘛 那陆股在今天走强了 是不是在架构上面 慢慢的在开始变了呢 好我想陆股不是今天走强 走强好几天了 一阵子了 对对对 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利好不断 而且他们 我说过 这个时间点对中国大陆很重要 对我们台湾也很重要 那至少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上阵这个出身段 一定要先拉出来 然后再拉回整理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十月份 那么来到十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再上来的话 这个美股要跟上来 如果没有跟上来 我们全世界就一个中期回档 这样听不懂 上证刚拉而已 所以他不会只拉三天 有可能拉一个月到两个月 刚好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会很安全 而且你要选择 就好像我跟大家讲的 刚刚美股当中的财报公布之后 有没有很像样的好股票 有没有 那大陆股市向上涨来各个股 这个交集就会出现 当然有一些什么振兴建大 那个啊 你自己去慢慢去做 我们比较偏向于真正的主流 比如说物联网 或者说呢 燃料电池这一块 中国大陆燃料电池涨六成 云端涨一倍了 这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这些都跟物联网 或者是燃料 这个节能有关系 当然 今天的中国大陆 太阳能一样 遭到空袭 不过中国大陆太阳能今天 不能说大涨 但是是涨的 全部都涨 没有跌的 大家要输一下 这个 有一个交集 很快这几天就有答案 我们后续再慢慢跟大家讲 那么我们如果找到 中国股市的标股 中国股市的股票涨的 跟美国股票 这个去交集 这是中国股市 这个是美国股市 然后他们的交集的地方 就是接下来的 我们看好物联网 像IC设计这一块 中国股市的IC设计 最近蓬勃发展 当然这个对台湾就是形成竞争力 但是现在就竞争力了 还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值是最好 就好像我们台积电的值 是全世界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半导体的领先指标 因为我们台积电法 所谓掉下来 才有废半的大跌 你有没有听懂 是台积电先下来 废成半导体才大跌 领先指标 对 所以台积电已经慢慢这两天指稳的话呢 半导体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半导体现在集中在下游部分的IC设计这一块 这也符合我们跟大家讲 生计跟什么是小小板 IC设计 答案就慢慢出来了嘛 所以同志们 你是聪明人啊 我跟大家讲 这个结构再转换的过程没那么快 我们三个月前就要跟大家评估 入股 你现在看到都是入股 你现在看到我们晚报 财经团队 都会不断的讲大陆股市怎么样多好多好 东国大陆他们不叫利多 最近他们叫做利好 他们也不叫利空 他们叫做利差 这个他们利好的股票 这个利好的题材一直在出来 也证明我们讲的东西是对的 我讲中国大陆要来接棒 讲七月下旬到这个八月份 都已经慢慢浮现了 好我们来看大陆股市 你看这个上海中华股市 上个礼拜五就涨一趴了 今天应该有机会涨个两趴到三趴 现在已经这个升据已经涨二点八趴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讲的这是上个礼拜的资料 好那么 国际股市的震荡架构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没有很大的变化 你看这个叫做 你干嘛特别把它圈起来 这个在美国挂牌的 叫做中盖指数 这里面有六十档股票 他们都是根据中国股市现在的成交量 成交值最大的把它列进来 每一季就变化 有六十档股票 这个是霍特金融集团所浓缩的 这个六十档的中盖 把它称为中盖指数 上个礼拜涨两趴了 这快要创新 这就创新高了 这个去年一度写下历史的高点 好 表示说物联网这一块即将蓬勃发展 IC设计跟什么 生计股市悄悄板 后市台北股市很乐观 很乐观 但是呢你要选对股票 你要选对股票 选在他们的交集 也不能没有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财报即将要公布完毕了 现在公布大概不到二分 不到一半了 不过这礼拜才开始精彩而已 最重要都到这个礼拜 到这个月初这一块 我们要到八月十四号之前 好 美股上涨的各股跟 注意 所以这个叫做 时间几月份才 全世界股市才有疑虑 如果美国股市现在整理的话 大陆股市上来 不会有疑虑 因为我们可以靠着大陆这一块 继续撑着往上 是没有疑虑的 没有疑虑的喔 美国股市下来了 大陆股市也下来了 算一算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亦步亦趋 那也不说两三个月的时间 台北股市全世界一定会大幅回挡 不一定 要看那时候的结构变化 所以说不定呢 美国股市整理了一个月两个月 大陆股市大涨了一两个月 结果呢 大陆股市涨多了拉回 美国股市又来接棒 站 我们一路攻 这样懂不懂 这样 有没有听懂 有听懂啊 听懂就对 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所以这个谈时间 到时候啊 时间到来在谈那时候的结构 现在结构非常好 所以同志们 选做对跟做错差别很大 你啊整天在那边忽多忽空啊 这个这个 我又没叫你买生计股 你是在 我没叫你买生计股 我假设跟你讲 生计股 470万 全世界 台湾都知道我跟大家讲说 卖一卖的 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个利空 今天早上跟苏贤在聊天 不是吗 在电视上跟大家讲说 他那个老闆说啊 他那个星要过关 有五成的机会 五成是要算什么 你自己研究了大半天 你只说五成 你不要说八成九成 五成跟半倍不是同样 是不是 那半倍就二分之一啊 那是呢 关不得这风险来了 以来今天所担两 这个 两三万张的话 可能这才有一两根 稍微留意一下 国际股市震荡 美国股市震荡 上个礼拜是震荡的架构 那么大部分都在平盘附近整理 这个我们可以帮大家留意 后续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 注意什么 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 我们已经在做资料了 不管是节能概念啊 比亚迪啊 这两天都在大涨了 那一些什么 这个物联网的概念啊 4G的题材概念啊 这些有没有 我会跟大家提到 有没有 这个物联网概念啊 云端的概念 我们随时帮大家掌握 中国股市的内容 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 操盘软里面 就都有这些东西 我们的客户 投资人 一大早 八点多就全部收到了 国际股市任何的变化 恐慌指数 奢侈品指数 全部的变化 我们都能够跟大家讲的 让大家知道最新的 全世界金融商品的变化 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分析 让大家感受到 什么叫真正的 金融市场上全方位的概念 我再讲一遍哦 美股现在在整理 大陆股市已经上来了 上来的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就不会是空投 国际股市就不会是空投 因为有资金的去处 当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股市 当我们来看看 国际股市 有没有看到 当国际股市在做一个拉回 那中国股市涨多少 当中国股市涨多的也会拉回 美国股市在接棒演出 OK的 一旦国际股市拉回 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也跟着拉回 那这个时间点算一算 还有一段时间 你不用急 我都跟大家讲过 你自己合理的推论啊 9月美国 这个联准会利率 这个会议 要退场 QE全面退场 欧中央 什么大众多 要救世啊 都在9月份啊 那个苹果不是9月15号 星期要发表 会不会利多出境啊 等等一大堆的 所以那是一个 很风险的一个月 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 你不用急 不用急哦 我这时间都跟大家讲 这两个月 我们好好布局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东西 入股这个 上涨的内容 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 今天刚好有些利空 当然我还不要叫你去买 升级股 那个利空还没出境 只有利用利空 来买股 今天还有利空 但明天就飙了 明天就要开始享受飙涨的乐趣 关于指数我们阿尔新 好来看到 在齐活市场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了 在台指期的部分 最后是小跌做收的 是收在了9387点 是跌了3点 而在电子期的部分 间跌比较重哦 最后跌幅是来到0.67个百分点 金融期逆势走高 最后的涨幅是接近了0.9个百分点 这齐活市场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 提供给投资人一起来做个参考了 刚刚邱老师已经特别提醒投资人要掌握利空的买点了 那有没有一些个别股的一个标的 邱老师帮我们点一下吧 好我们要跟大家讲股票了 好来先看一下这档股票叫6104的创围 6104的创围 今天很强 对 那我们最早是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们操盘工具里面 你刚才看到那个是我们操盘工具里面 对于国际股市很细腻的什么 中国什么货特金融指数 中国股市个股跟台股的联动 美国股市个股跟台股的联动 全世界里面什么奢侈品恐慌值全部都有 我们这样做综合判断 这里还是多头 你不用担心 那各股的话就选择联动了 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选择联动的呢 入股已经开始大涨了 所以你看我们保护生涨了一层 好我们先讲从电子股讲起 这个我要叫什么 叫做创围 来我稍微把它拉高一点 不然大家没有看到 创围 创围 创围是这个 5月22号9点22分创围 创围来看一下创围 是不是创围 是不是创围 有没有看到创围 有没有创围 那这一天是5月22号 5月22号 有没有看到 5月22号 好长一段 我们看好嘛 因为IC设计 当时刚好生计拉回 油买 有卖 再来一次油买 有卖 今天是不是又再来一次了 今天是不是又再来一次了 好你看看 没有什么叫追高的 老师他长很多 没有那种说法的 只要他题材还在 你就不断的 有买有卖 你看这个有买 有没有看到 这个买 旁边跟你讲 起掌第一根孔 再卖掉一次 再买回来 再卖掉一次 今天有没有 今天就拿今天好了 今天好 今天好 来看看今天的 我们看今天的 来我们来看今天 把他放在这边好了 今天的位置 是不是今天又再来一次了 是不是今天 7月29号 一大早又来了 7月29号 7月29号 是不是创委又来了 是不是7月29号 创委7月28 29号 这一两天又来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观念 观念一定要搞清楚 观念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旁边又来了 西藏第一根孔 所以我经常跟同学讲 你有一个很好的操盘工序 你根本不用担心 股市就是这样的架构 股市就是这样的架构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来 有没有 这张股票叫深刻 你都没有感觉到 是他来了 来了 来了 然后呢 你要加三块才能还原前子 有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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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近最后一次买的 你一直忽多忽空 你买不到这一个位置 你一直 什么叫忽多忽空 你跌下来你就看空 看空 怎么就看空了 就是放空啊 就看坏啊 你怎么可能会 跌下来你就看空 你怎么可能会买到低点 不会 因为你看空啊 涨上来你再翻多 你一定是涨上来 你才会翻多 这个比较追高三滴 所以不需要忽多忽空 IC设计成主流 有卖有卖来回操作 这个是IC设计 我们两大主流的IC设计 原相深刻是我们全力在抢工的 这不是同样的 有卖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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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 最后就在这里 你看它跌下来不是在这边吗 就是这里啊 这个位置啊 有没有 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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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不是才这里啊 这里 有没有 是这里了 这下来有没有 是这里 当初跟你讲 明天机会又来了 从那一天之后没有低点了 没有低点了 又创新高了 IC设计大行情 我这个都讲过了 操纵也是一样 6230 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 有没有操纵 我那时候还跟你讲操纵 有没有 有没有操纵 有没有看到 操纵 是不是 这里是7月21号 有没有看到 7月21号 这一条线 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 文字是不是操纵 是不是操纵 有没有 7月21号 有没有错 有没有 你看 涨上来 刚时候是84 85的位置 现在来到什么 102了 有没有 就这样子啊 你还在讲利空的时候 忽多忽空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 可能做得到这样的好股票 你做不到的 因为你忽多忽空 跌下来老师就空了 不太妙了 赶快空 就是沙滴嘛 忽空就是 跌下来看空 就是沙滴嘛 长上来的啊 你才会翻多 就忽多嘛 长上来翻多呢 要追高了嘛 不是追高沙滴嘛 倒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 你的心态很健康 就好像我说的 利用利空啊 买一点 利用利空 你才有这一块 整理完的 这一个起掌点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你看上 是不是 你去有这一块的实力了 一做又是两层 才几个营业日又两层了 是不是这样子做 是不是这样子做 那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这是日K线 这是我们设计的技术面 是不是在这里 日K线 我们是叫你买得更低哦 我那时候在叫你这样布局哦 我讲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现在来到 现在 你看这个长上来了 技术面长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一个点啊 然后呢 你看看超重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日K线 日K线 你觉得它好像有点K棒了 错 它来到103 我们转折点还不到 你急什么 转折点还不到 是不是你明天崩点就上去了 我是任何观念啊 都很清楚 你有很好的操盘工具 你不用担心 IC设计 我这支也很好 你看 国际的这个 这个 它的这个无线充电 已送到国际 那个三大联盟去认证了 有没有 一段一段的来 这个不像澳碟吧 还有創委有没有 不像澳碟吧 有没有 像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好机会啊 中国搭到全世界啊 日本啊全部 那个丰田的股价飙漫了 丰田这个 这个 这个 安倍金山 让这个 日本全力要 要抢进这所谓的 这个燃料电池 丰田就大涨了 它是丰田的供应链 有没有 有没有跌到 没有跌到 它还没涨到 怎么会有跌到呢 怎么还没有涨到 怎么会跌到呢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观念很清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也是 看这个 这个股价有没有 营收越越高 终于拉回 我终于等到它拉回了 营收越越高 今年占五块半 今年不会比去年差到 差 有没有 因为它营收创历史新高了 怎么可能比去年差 那五块半的实力啊 去年赚五块半的那七十一块 现在六十几块了 现在六十五六块 全国投资朋友 本益比够低了吧 十倍左右而已 够低了吧 营收也要写下新高了 当初我们跟大家讲 这是营收大好的股票 当初跟你讲 结果呢 峰姐呢 他来到哪里 来到哪里 来到这里 在这边来到这里 这里是五十块不到 这是七十几块 你也是几个营业日的时间而已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这些都是什么 说到做到 买到赚到 一定是这样做 因为每一档股票 我都在节目跟大家预告 然后呢 如果你自己的股票做得不好 你要做换股的话 要就跟他吹我 跟他找我 因为很多东西是机会 才现在开始 我不断跟大家讲说 利用利空 尤其中国股市 我跟你预测的这么准 中国股市来了 而且几个月前就跟你讲 八月份要看中国股市了 七月中旬开始 我有掌握利空的买点 股票飙涨的乐趣 今天台股还龙在在利空 你看看你注意听 埃西社的生计利空 太阳能利空 太阳能利空 那不是埃西社计 你又找到下个阶段买点了 因为只有这三个族群 那这三个族群 大家就要脑筋去思考一下 要去思考一下 现在是埃西社计大好机会 你看生计股 跟太阳能利空 不会一天两天 那是埃西社计大好 你有没有赶上这个 所以我说过 你一定要把观念弄清楚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看的就是 下一档有机会的股票在哪里 中国股市涨上来 台股不会是空头 这么简单的话 你听懂没有 所以下一档的标嘛 你务必要跟上来 这一两天 刚好有拉回 遇到这些 这个上贵这些利空 赶快 赶快跟上来 赶快跟上来 好 谢谢邱老师为我们带来 最及时的分析 今天我们可以关心到 在台北股市 也是确实是 在相较于其他 亚洲股票上是比较弱势的 但邱老师 一再提醒给大家的观念 就是要掌握 利空时候的买点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族群 在接下来都可以接的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 带大家来太弱流强 台股星中略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下午一点半 与您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